据大风新闻,10月2日深夜,广东省湛江市连江市发生黄金结案,一名带头盔男子闯进一家金店抢劫,女店员追出店外与其撕打。 10月5日,一位现场目击者表示,10月2号晚上23点57分,是在连江市御锦黄金珠宝一家工厂直营店发生的,当时正好路过,拍摄了现场视频。 这位目击者提供的现场视频显示,一名带头盔背着背包的男子,快速跑出玉锦黄金珠宝店门,跑向店外不远处,一辆摩托车前,随即与追出店外的女店员撕打。 能听见倒地女店员呼喊声,因为案发在深夜,街面上几乎不见路人,有几辆汽车驶过,几辆骑电动车的过路者停车为关。 另一视频显示,有警方在拉紧接线,有民警在现场职守,禁止车辆通行。 据这位目击者介绍,听店员说,盖男子抢了14级黄金,价值400多万。 当时黄金珠宝公司一位负责人表示,没有损失,具体问公安局。 10月5日,连江市公安局新兴派出所民警回应称,不方便回答,现在是市局刑警大队在调查,到时候警方会通报出来的。